时尚是个圈,绕来绕去还是转回去了,这句话同样适用于历史。 在《三国演义》中,有一句话说得非常好,天下大势,和久必分,分久必和,这似乎就是大势所趋。 我们在学习中国上下五千年的历史时,经常能够发现一些十分相似的人或事,不过大家只是随口一提就过去了,并没有去深度讨论。 然而在历史上,有三个非常神奇的巧合事件,让人说起来就感到不可思议,甚至一度令人怀疑,世界是不是真的是一个轮回。 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,有一个令人深思的现象,秦朝和隋朝这两个强大的王朝都在短时间内达到了辉煌的巅峰,却在短短的两代之后迅速衰落,最终走向灭亡。 这种现象不仅让人们思考,为什么这两个王朝会如此相似,难道这只是历史的巧合吗? 我们可以先来回忆一下秦朝的历史。 秦朝的开国君主是秦始皇,他凭借卓越的政治智慧和军事才能,结束了春秋战国五百年的分裂局面,实现了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大一统。 秦始皇在位期间,他实行了一系列严格的法制和政策,比如说书同门,车同轨,使得国家政权得以稳固。 然而可惜的是,秦始皇去世后,继位的秦二世昏庸无能,沉眠于声色全马,听信奸臣赵高的谗言,导致朝政腐败,民不聊生。 最终,在农民起义的浪潮中,秦朝轰然倒塌,成为了中国历史上最短命的朝代之一。 而隋朝是中国历史上的另一个大一统王朝。 隋朝的开国君主是隋文帝·杨坚,他同样结束了魏晋南北朝三百多年的分裂局面,实现了中国历史上的第二次大一统。 隋文帝在位期间,推行一系列政治改革,比如说可举置的实施,极大的促进了社会的发展和进步。 然而,在他的儿子杨广继位后,却完全背离了他父亲的政策,大肆挥霍国库,频繁发动对外战争,使得民生凋敝,民怨沸腾。 最终导致民不聊生,各地起义不断,隋朝也在二世而亡。 通过对比秦朝和隋朝的历史,我们可以发现,两者之间存在着许多惊人的相似之处。 要知道,两个王朝都是在短时间内完成了大一统,在短时间内实施了大量的政策和改革,而且都是在第二代的统治下迅速衰亡的。 可以说,这两个朝代的开国君主都在位期间实现了中国的统一,却在继位者的手中失去了来之不易的成果。 自古以来,中国历史上有许多朝代,每个朝代都有各自的特点和传奇。 然而,在众多朝代中,宋朝无疑是极具戏剧性和神秘色彩的。 宋朝的创立者赵匡印原本只是一个年轻的武将,但是却成为了开国皇帝。 然而,更令人撑起的是,宋朝的兴衰竟也与一个神秘的巧合息息相关。 要知道,赵匡印曾多次跟随周太祖郭威和世宗柴戎南征北战,立下了赫赫战功。 然而,周太祖驾崩之后,只留下了一个七岁的孩子。 垂帘听政的太后更是缺乏执政才能,无法掌控朝政大权。 一时间,朝政迅速陷入了混乱。 这时,赵匡印在手下兄弟怂恿下以不得惊扰太后与小主为名, 发动陈桥兵变,建立了自己的王朝。 赵匡印夺位后,他的弟弟赵光义继承皇位而非嫡长子。 在此后的多个朝代中,宋朝皇帝要么英年早逝,要么无子嗣, 导致皇位传承问题频出,皇位被迫传给宗室或寡母摄政。 不仅如此,当元朝的铁骑攻破宋朝都城时, 宋朝的最后一位皇帝同样年仅七岁, 最终因为无力抵抗外敌入侵,宋朝被元朝所灭。 可以说,宋朝的覆灭再次呈现出了建国初期的情景。 这样的巧合不禁让人怀疑,难道这一切都是命运使然吗? 为了解开这个谜团,我们需要深入了解宋朝的历史, 以及赵匡胤的家族背景。 赵匡胤出身于武将世家, 他的父亲赵红因曾是后洲的一名大将。 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中,赵匡胤从小习武,练就了一身毫武艺。 然而,赵匡胤的父亲并没有教给他如何治理国家, 如何在政治斗争中立足。 因此,当赵匡胤登上皇位后, 他只能依靠自己去面对各种挑战。 根据史书记载,赵匡胤在后洲时期已经积累了一定的声望和实力, 然而,他并未选择等待时机, 而是选择在陈桥兵殿中冒险一搏。 这是因为,赵匡胤深知自己在后洲的地位并非稳固, 如果等到后洲皇帝成年, 他的地位可能会受到威胁。 因此,他选择了先下守围墙, 提前篡夺皇位。 而宋朝多个重大事件的相似巧合, 令人不得不联想到英国报应。 赵匡胤建国之初对后洲太后与幼主做的事情, 到南宋灭亡再次出现同样局面。 很难不让人联想到世界上是否真的有轮回之说。 但是我们要知道的是, 宋朝皇帝传承的巧合既有命运的使然, 也有人为的因素。 赵匡胤通过陈桥兵变篡夺皇位, 使得宋朝的命运从一开始就被改写, 而他的统治风格和对政敌的打压, 也为宋朝的衰落埋下了伏笔。 在中国古代的历史长河中, 曾有过无数的英雄豪杰, 他们或是永贯三军, 或是智谋过人。 然而, 在这些英雄之中, 有一位却显得十分特殊, 他就是汉高祖刘邦。 从一个小小的亭长到成为开国皇帝, 刘邦的人生可谓是一部励志传奇。 而他的人生经历, 尤其是斩蛇事件, 更是充满了神秘色彩。 据说, 在刘邦起义之前, 他曾带领手下逃入山中躲避敌军。 一天晚上, 他们在山间行走时, 突然发现前方有一条巨大的白蛇挡住了去路。 面对这条突如其来的白蛇, 刘邦毫不畏惧, 他拔出佩剑, 直接将白蛇斩成了两劫。 然而, 就在他们离开不久, 一位老妇人出现在了他们面前。 他悲痛于绝, 哭诉说他的孩子, 也就是那条白蛇, 被赤地之子杀害了。 听到这番话之后, 刘邦的手下们都感到震惊, 他们从未想过, 自己的领袖竟会是传说中的赤地之子。 就这样, 刘邦的声望越来越高, 越来越多的人愿意跟随他, 最终成功地建立了汉朝。 然而, 随着时间的推移, 汉朝逐渐衰落, 宦官, 外旗争权夺利, 导致朝政腐败, 民不聊生。 在这关键时刻, 一个叫王莽的权臣崛起, 他凭借出色的政治手段, 成功掌控了朝政大权, 逼迫皇帝善让, 建立新朝。 王莽的名字中, 莽字有折的意思, 所以有人猜测, 王莽可能就是当年被刘邦斩杀的白折的化身, 前来复仇的。 这种猜测虽然有些离奇, 但是却也为这段历史增添了一份神秘的色彩。 毕竟王莽窜汉后, 确实对新朝进行了大刀阔斩的改革, 虽然说这些改革并未取得预期效果, 而王莽掌握权力没多长时间, 就被汉高祖的后裔刘秀给夺了回去。 所以民间也流传一种说法, 正是因为刘邦将蛇一刀两断了, 所以才有了汉朝的一分为二。 不过这也只是流传的一些戏言而已, 虽然我们无法确定这些故事的真实性, 但是他们无疑为我们了解历史提供了丰富的想象空间。 历史的进程似乎总是伴随着惊人的巧合, 如同一个巨大的轮回, 每个时代的辉煌和衰败都仿佛在重复着前人的足迹。